字幕志愿者 李振豪 大家好 我是东亚银行首席投资策略师李振豪 今天会和大家分享中国的通胀数据 和预测对市场的影响 昨天中国公布了通胀数据 数据上令市场有点担忧 因为通胀由1%到0.7% 到今个月的0.1% 市场担心会不会有通缩的风险 拆小数据来看 一些有关服务业的通胀表现理想 而最大的救病就是食品和住房 而食品内由2.4%下跌到0.4% 而住房甚至出现负0.3% 而食品和住房占据中国CBI 差不多50% 即一半的贡献 所以如果预测未来国策的影响 相信会在内需和住房内落物 内需方面 会看到以往復常之后 工疫尤其是蔬果和猪肉 其实增长得比较快 但需求靠原生性復常之后的需求 未到预期这么厉害 所以你会发觉 供应大需求 当然价格会下跌 第二个是住房 住房方面 其实会看到前两年 一些所谓的行业整改 和流动性紧绝 影响现在开始 慢慢平稳 日后的国策会如何影响呢 相信在刺激内需方面 会比较明显的 刚才说过 供应比较多 供给质那边 其实固有都要处理的 而需求方面 如果原生性不够 相信一些财政政策 包括在两会里面提出 一些地摊经济 或者一些减税港费 这些预期在下半年之前 一些国策刺激 相信会出现 第二就是会见到住房 虽然我们会见到 房住不炒这个政策 但是以往在第一季 减一些所谓的存款准备率 和一些放贷方面 也都比较松走一点 希望就是层楼OK 你做完它 補交楼 令到阴霾慢慢消退 虽然不是一束而就 但至少止了血线 所以在一个财政政策方面 相信会比较明显 可以在两会里面所说的 刺激内需 和補交楼政策 来去顶住 这个所谓下行价格的影响 第二就是会见到 整体的PPI 亦都公布了 连续七个月跌 还有-3.6% 这个主要也是拆洗数 其实会见到 和一些有色金属 那些价格下跌有关 当然这个数据上 对于生产物价来说 是有皮弱的迹象 不过如果反过来想 亦都提供了一个空间 给中央去推一些固头的项目 因为在GDP的环节 第一季是4.5% 但是中央今年的目标是5% 即是余下三季要高过4.5% 甚至高过5% 才可以达标 现在市场普遍预期 第二Q是有6-7% 所以在整体出口 看到欧美市场的需求疲弱 亦都不是太奢望如何反弹 刚才说内需也有些阴谊 所以如果要中央比较积极 去推荐GDP 相信固头这一块是会增加的 以及一些工业的刺激 所以如果原材料能够疲弱一点 反而乐观点想 加大中央固头 提供的空间 更大的投放 来谷GDP的机会比较大 所以综合CPI和PPI数据 预期财政政策方面 会以刺激内需和固头 这两个大的动力 来支持或者推高GDP 当然对于AX股 里面有关这两个国策的板块 相信未来日子或者在第三季 支持力度比较明显 最后就是分享银行的新增贷款 其实见到跌幅比较明显 由差不多39,000亿 下跌到7,200亿左右 跌幅接近八成 以这样的方向去看 代表市场的动力 借贷的意欲不足 如果乐观点想 在财政政策里面 相信亦会有支持 例如说 一些减多次的RRR 见到现在大银行的 所谓的10.7%左右 亦都有下调空间 以及早前一些存款利率的减 刺激资金推翻出来 所以其实在财政政策方面 如果新增贷款比较疲弱 更加预期在放水 或者适度放水的空间 会更加大 所以综合来说 在财政政策会有支持 货币政策也会有支持 在各国策主导之下 整个中港股市的板块 最近又比较疲弱些 但相信第三Q 或者在全年角度来说 仍然都有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期 最后分享人民币 当然如果经济 大家看到最近比较弱些 但刚才预测如果推高的话 人民币也不会太弱 而且就算减息也好 见到美国现在的利率 也是见顶或者持平 利率的敏感性也相对较弱 所以人民币来说 亦都是守住七算 机会比较大 向上望不多 6.85 但如果真的下望的话 七算相信那位有力支持 今天分享到这里